第一次演反拍 就是既新鲜 又还挺有压力的 举手是要演反拍的一些特点 就是蛮危险的这个人物 说话呀 他在这个戏里面的造型 把他的表演都会跟他以前的电影不大一样 你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 把我的包给我 你收定了你知道吗 你收定了 我杀你一个 我杀十个都可以 杀了他 他是一个完全给到危险或者是压力的一个角色 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是可以对抗楼的华先生的演员 这个人物放在一起是有压力的 所以动作上面的那种要求是往真实 主要还是拳腿上面的 这些枪械也很过瘾 而且是节肌类型 我们会有风效 现场会声很大 到这之后就 你不是什么事 对 你要吸出去 你不要怕 也有在空中的一些微哑人的动作 也觉得很有特色 他老说我一笑就不像麦克了 演反派角色会有一些动作上的也好 还是行为上的也好 会给别的演员会更大的压迫感吧 然后动作上也会更有攻击性一些 这个不够力 要快一点 可以抓他 松一点点看着他跑 我反而是挺有压力的 就是每次现场拍的时候凶人家 凶人家玩的时候 你喊卡 我说不好意思 对不起 这样子 我希望可以观众能够找到 他另外的一个去处是要跑